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方否定了 痛苦之下 她和目睹了这一过程的女主 坦白了自己的心事 两个人互相告白了 然后开始了甜甜蜜蜜的对下恋情 然而某一天 游翻到了父母们年轻时候的照片 突然发现光夕的父亲 好像是自己的亲爹呀 所以 现在的女朋友 就是她同父异母的亲生妹妹了 哇 唯骨科秒变真骨科啊 震惊和痛苦之中 游决定远走他乡 挥剑战骑士 忍气吞声的再一次 独自瞒下了这件事 无奈几年后 光夕因为无法忘了游去找了他 游只好告诉了光夕真相 但即使如此 两个相爱的人也难以割舍 于是 他们做了一个艰难又痛苦的角力 鼓起巨大的勇气 回到家里向父母宣告 他们已经知道 绅士的真相了 但是 即便是亲兄妹 他们也要在一起 酥不酥 虐不虐 狗血不狗血 是不是很感人 有没有很悲情 社会版头条标题都想好了 震惊 人生家庭关系混乱 二十年后 竟造成如此人伦悲剧 结果 你猜怎么着 回顾一下 影天前一百二十分钟 男主的痛苦忧郁 前女友被甩的痛苦不甘 女主被甩的痛苦悲伤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会突然爆笑 所以 哥们儿 你怀疑自己身世的时候 都不算算日子的嘛 即使对不准父母 李立辉史和自己生日 那怀疑了这么多年 有没有考虑过亲子鉴定啊 朋友 住一个房子 拿两根头发 很难吗 这种被抢灌了五百cc狗血 但是又一滴不少的 吐了出来的感觉 真的很酸爽啊 这个故事 可能是在告诉我们 有些青春疼痛 一半远于爹妈作过的腰 一半是自己脑子不够用 啊 对了 原作男主设定是智商两百 我还能说什么呢 本篇有广目龙衣导演 之前这位导演也指导了 伊藤军A到E 狼少女的黑王子等少女漫改影片 此外也导演过浪石解忧杂货铺 是日剧火花的导演之一 剧本改编自92至95年 连载的同名少女漫画 相对绝大多数 同题材同类型的影片来说 橘子江男孩有比较多的长镜头 视觉上也常留给观众较大的空间 给人一种有距离的叙事感 同时色调比较暖 但随着柔和的钢琴和弦 就像被光熙称作橘子江男孩的游一样 给人一种温暖美好 却又略带疏离的感觉 总的来说 拍摄上还是很成熟的 足够赏心悦目 对于原作八卷 比较长的漫画剧情 徐舍也做得比较好 几条支线的处理到位 可以说本篇并没有在日式 小清新篇容易扑接的 叙事节奏上怎么掉分 但是 这个但是很重要 或许是90年代初的 唯美少女漫剧情 放到如今看 李怡确实有些不合时宜 不过可能更根本的原因 还是导演用过于严谨 而舒缓的语调 讲了个原本略带中二气息的 无脑换的爱情故事 这让期待苏田无脑恋爱片的观众 感受到了严重跑二 而期待青春伤痛稳一天的受众 可能又觉得剧本一伤 使得本篇看起来像男主游一样 明明是十项全能的优等生 却犯了个超级低级的错误 这就有点尴尬了